好 這一節的重點我們要來探討一下 函數的極限要怎麼運算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先來舉三個函數來觀察它的圖形有什麼變化 所以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我們先來舉一個叫做 s加1的函數 然後呢我們再來舉一個 g of s 叫做 s平方-1 然後s-1的函數 然後呢我們再來舉一個 h of s這個函數 好 我們讓它叫做 s-1分至s平方-1 然後這邊是1 那我們這邊讓它 這個s呢當然我們不能分母不能為1嘛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 定義成 在s不等於1的情況下我們有這個函數 然後呢下面這種情況 我們就故意讓它定義成1的時候 它還是有值 但是這個值呢就跑到1的這個點 好 那我們現在定義這三個函數要做什麼 這三個函數實際上啊 它的圖形的長相 非常的類似 好 因為我們觀察一下 第一個當然沒問題 它是一條直線 就是s加1的這一條 y等於s加1的這條直線 那第二個式子呢 實際上我們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g of s 這個分子啊可以把它化解成s-1 乘上s加1 然後下面就是s-1 好 那這兩個把它約分可以約掉 所以變成s加1 當然你約分的前提 同學們要注意 就是s在不等於1的情況下你才能約分 好 因為你分母不能為0 所以在s不等於1的情況之下 我們把它約分約掉 我們得到s加1 所以黃色這個結果要注意的就是 s不能等於1 好 這是在s不等於1的情況下 才有黃色這個結果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上面是 一整條的s加1這樣的一個直線 那下面這個呢 是一個少了一個點 好 就是少了s等於1的這個點 被切成兩段的直線 好 所以這兩個圖形 基本上它長得一樣只差在一個點 好 這個點就是在這個位置 好 我們不能放在g裡面的 不能放在g的定義當中 好 所以1跟2的圖形其實很像 那3呢 有點像是 先把這個g拿下來看 因為我們剛剛說這個g s不能等於1嘛 那我們現在就故意 把s等於1的那個點 定義到另外一個點去把它補起來 好 所以這個寫法 我們之前有稍微提過 叫做分端函數 所以這種分端函數它其實 也可以根據我後面這個if的條件 然後去決定我前面這個圖形 要畫什麼樣子 好 所以我們今天畫完之後 這三個圖形我簡單的稍微寫一下 所以圖形應該長這樣 好 我們就把三個圖形都簡單的畫一下 好 我們把f畫在這邊 然後我們把g畫在這邊 然後我們把h畫在這邊 好 我們就把三個位置都畫出來 那第一條的話呢 那我們就隨便去取兩點囉 所以y等於它 那我們可以去取 01還有-10 所以畫出來的圖形應該在這 好 我們就看這個是-10 然後這個是01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 說你這一個直線呢 畫出來原則上也是01-10 好 但是你要注意就是在1的那個點啊 它沒有定義 所以在這個點的位置 我們要把它畫掉 變成空心 OK 好 那這個稍微我們畫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在對y軸來講它是1 然後上面這個部分是2 好 我們就稍微把它高度也稍微標一下 好 這個是我們的y等於f of s 那這個就是y等於g of s 那我們再畫一個h of s 好 所以也是一樣 這邊是-1 好 這邊是1 其實它畫出來的圖形長得都很像 那我們剛剛說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在這 所以我們把這個1的點 往上標 好 那這個點呢一樣是空心 好 因為我們在上面的這一段 s不能等於1 所以畫出來是這樣的空心 好 這樣把它標出來 那這個高度一樣是2 好 但是那這個點空心 它跑去哪裡了呢 它跑到下面來了 因為我們剛剛說 這個點我們把它定義成1 1 好 這個點是有的 所以這個y等於h of s 好 我們就把它畫在這 所以一開始的同學 我們就先看這三個函數 先從這三個函數裡面先了解 這三個函數圖形怎麼畫 它的差別在哪 所以這三個函數呢 好 我們這邊稍微把它弄一下 這三個函數基本上就是 第一條是一個完整的直線 這ok 然後第二個呢 是在s等於1的那個點沒有定義 好 因為它不能再分母為0 所以畫出來是一個 中間有一個空洞的一條直線 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呢 是這一條直線 在s等於1的情況下 一樣這件事情不能成立 所以它畫起來是一條直線 但是這裡一樣有個空洞 只是 現在我們用另外一個定義 把這個空洞的這個點 補到下面來 好 所以這個圖形實際上畫出來 就是一樣每一個點都有被對應到 就是被定義到 只是這個點跑到這裡來 好 位置不太一樣 這樣子而已 好 所以這樣三個直線 那這三個直線 我們要接下來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觀察一下 當s很靠近1的時候 這個函數圖形 它的高度會很靠近誰 好 我們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喔 我們現在看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這個圖 那我們一樣剛沒有把這個1的點 標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簡單的標一下 然後往上看 好 往上看可能點就在這 對不對 然後這個高度就是2嘛 好 那我們觀察就是 當我s很靠近1 所以s很靠近1的時候 我們來觀察 這個函數的高度 圖形的高度 是不是就是很靠近2 這個應該從圖形上 很直觀的能夠觀察出來 所以我們發現 當s很靠近1的時候 這個很靠近 我們在數學上的名詞叫趨近 那這個趨近 你可以用這個單箭頭 好 表示出來 這叫做s很趨近1 所以這個s很趨近1的時候 你看我這整個函數圖形 它的高度呢 是不是很靠近很靠近2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f of s它會很靠近2 所以一樣我們很靠近的這個符號 我們用趨近 好 我們用這個單箭頭 好 所以從這個第一個圖形 我們很容易看得出來 就是在這個附近呢 發生了小小的現象 這我們在之前提過 我們如果想要考慮微積分裡面 微分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從極限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往往看的是一個圍觀的現象 這個圍觀我們只需要去找一個很小的範圍內 去觀察這個很小的範圍內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就夠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看在這個範圍內 到底這個圖形它的高度發生什麼事情 好 所以就第一個圖形來講這個ok 我們可以看到當s很靠近1的時候 這個f of s的值也很靠近2 這個值代表是這個高度嗎 那這個呢 我們也來觀察一下 當它s很靠近1會怎麼樣 我們發現雖然這個點沒有定義 好 這個點是空的 但是當這個函數我們如果考慮它的圖形 s很靠近1的時候 我們考慮在這個小小範圍內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範圍內的這個函數的高度 它依然會非常非常接近2 非常趨近2 所以實際上第一個事情跟第二個事情 這兩個函數 我們在考慮s很趨近1的時候 它實際上不管這個點它有沒有被定義 實際上我們看函數這個小圈圈 我紅色畫的這附近的行為 它就是非常非常使得這個函數的高度會靠近2 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是以第二個這個g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 當我們的s非常非常靠近1的時候 然後 那我們的f of s 一樣從圖形觀察 我們現在做的都是圖形觀察 它一樣非常靠近2 好 跟這個點有沒有被定義完全沒關係 我只是在問你說 這個圖形它的高度會很靠近誰 我並沒有告訴你 沒有問你說這個1帶進去會等於誰 我沒有問你這種事情 所以你看很靠近的時候 它依然這個高度會靠近2 所以一樣的這個圖形的觀察觀點 你從第三個圖形來看也是一樣 你從第三個圖形來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們的想法跟前面兩個一樣 即使這裡多了一個點跑到這裡來 但當我去觀察這個函數圖形很接近 s很接近1的時候高度會怎麼樣 實際上以這個角度來看 它的高度依然很靠近2 跟這個點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只需要考慮在這個紅色 稍微圈起來這個小範圍內 在極小極小的這個範圍內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所以在第三種情況下 它依然告訴我們 當 s趨近到1的時候 非常非常靠近1的時候 我們的f of s 一樣要非常靠近2 好 這件事情我們依然會成立 所以 從這三個圖形裡面我們觀察到 只要我們的s很趨近1 好 這個折其實是可以去掉 不然這中文看起來怪怪的 然後呢 直接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觀察到說 我們的s 我們的f of s 實際上呢 都很靠近2 好 所以這個趨近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非常非常靠近的行為 那我在這個非常非常靠近的行為當中 我們只需要考慮它靠近誰就可以了 所以跟這個點 有沒有被定義 或者是它的定義 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都沒有關係 我只要考慮到那個圖形 大概在那個區間內 可能它的圖形會趨近到哪一個值就好 那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舉的這三個例子 看的這三個圖形 講的這些趨近的概念 實際上就是在指函數的極限怎麼算 好 這就是函數極限的概念 所以如果我們要更進一步寫 這一件事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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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代表的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要確切的把它寫出來 那我們就用一個更正式的寫法 那我把這三個就把它劃掉 它的正式的寫法 就是用我們曾經在高1 可能有接觸過的極限的符號來看 所以我們如果用極限的符號來看的話 代表的就是這個圖形 當S趨近1的時候 我們的F等於2 第一個圖形代表就是這個意義 然後第二個圖形代表意義是 我們當S趨近1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寫在極限下面 我們的GofS這個函數圖形的高度 依然趨近2 好 那我們就用極限的寫法來寫 就是這個意思 那第三個呢 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當S趨近1的時候 我們的HofS 它一樣這個值會趨近2 那我們用極限的寫法來寫 就是這樣 所以實際上 那我們如果現在正式的來看這個極限的寫法 那我們這三個圖形 在這個1附近所代表的意義 那寫出來就是這三個極限的寫法 他們在S趨近1的時候 他們的高度通通都趨近2 那我們以極限的觀點來看 就是極限S趨近1 F等於2 類似這樣的觀點 那所以從這裡 我們如果仔細的去定義 到底什麼叫做函數的極限 那這個函數的極限我們要怎麼寫呢 所以我們把這個定義把它寫下來 如果函數F 滿足 當S趨近於A 好 那但是這個S跟A不能相等 這個要注意 好當S趨近於A10 F of S 趨近於 時數L 好 那我把它寫過來一點 時數L 否則稱 L 為 F 的極限值 那我們其實不要寫得這麼複雜 我們就直接用極限的概念把它寫出來 我們就直接這樣寫 因為同學們往後最重要的是這個概念要能夠會用 所以我就這邊就不要再用太複雜的句子把它寫下來 我們直接用符號的概念來看 去習慣這個符號 所以這個趨近於 A 那但是你看我這邊為什麼要強調 S 不等於 A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今天講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靠近的概念 但是這個 S 能夠是 A 嗎 你看嘛 如果以我現在這個等於 1 的情況下 根本不是定義欲 那我當然就不能說我要把這個 S 等於 1 帶到原來的方程式裡面去嘛 對不對 因為你把它帶進去之後顯然就是不合 我們分不不能為0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在探討這個極限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是考慮這個 S 要很靠近 1 好 那但是我們在觀念上面 並不是叫你把 S 等於 1 然後去觀察 S 等於 1 發生什麼事情 並不是這個樣子 是要去觀察在 S 靠近 1 的時候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好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考慮極限的時候 函數的極限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要讓它特別的註明出來 S 是不等於 A 的 所以它這個 F of S 會趨近到唯一的實數 L 那為什麼要強調唯一 因為我今天不可以是這個 F of S 在它很靠近它的時候 跑出兩個不同的值 跑出兩個不同的值 那種情況我們就不能說它是極限存在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這個 F of S 在 S 趨近 A 的時候極限存在 這個極限存在是誰呢 就是我們這邊所趨近出來的這個唯一的實數 L 好 所以這個部分同學們就可以從定義裡面稍微了解 我們在一開始舉那三個例子到目前為止在做哪些事情 好 所以這個極限的運算 基本上往後我們會看到幾種常見的函數 我們待會也會舉一些例子來看看 我們從多項式函數裡面 其實是可以很直接的算到它的極限值要怎麼做 然後我們往後也會在指對數函數裡面 跟我們的三角函數裡面去看到這個函數的極限值要怎麼做 好 這些極限值的做法都會影響到我們之後提到什麼叫做倒數 什麼叫做微分 所以一開始的這些函數的運算 同學們必須要很清楚才行